哈囉大家好我是平白星 今天要來跟各位做精闢分析的是 神魔之塔即將推出的自火解析恩利兒這張卡牌喔 那他是姚古山族的卡牌 那首先可以看到他是 一個火屬性的神族 隊長技能神女之龍 那隊伍當中只有神或人類成員時 並且需要 隊伍有四個以上的神族成員 所以你一定綁要綁四個神族 當然你可以六個神族啦 所以你有六個神族 全隊的攻擊力6.5倍及生命力1.2倍 那必定岩秒一秒 消除符石越多 全隊攻擊力提升越多 二次力可以2.8倍 所以我覺得消除符石會是 這一隊的主軸 會是這一隊主軸 那岩秒他只有兩秒 雙隊長兩秒嘛 那倍率其實是蠻高的喔 那這次其實有個缺點等一下跟各位講 他倍率大概331.24倍 300多倍 已經超過了這個北歐的倍率了 所以基本上今年 我看起來官方已經要把倍率拉上來了 這個大概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這張卡牌絕對是一軍 沒有問題也是稀有卡牌 喔那他只有331 被媽不止 為什麼 來看一下 雙隊長隊友技能 進場龍馬也就滿了喔 所以假設 你有遇到那種很G8盾的 你進場的時候可以用岩池龍科 去拖 你的回合 我覺得這個這個技能 他運用上是這樣 再來的話 下回合開始 全版隨機轉 五屬加新符石 所以他都是隨機的 那所有屬性符石 互相兼具50%的效果 那 這樣看起來是攻擊力是絕對沒有問題 331倍 又 所有 屬性符石互兼 50%的效果 那 前面你可以看到喔 攻 攻擊力6.5 生命力1.2 那這個又有所有兼具 但是你看 屬性符石互相兼具 他並沒有兼心符石 那這邊又沒有增加回復力 所以這一隊的硬傷 將會是回復力 但是神跟人的回復力 並不是太差啦 但是你又不能放妖精 好不好 他只有 只有 所以他有點綁住了 所以這一隊我認為回復力會比較大 那這1.2倍的話 怕是會有一點不太夠用 不過神族的三圍基本上是蠻高的 神族三圍是基本上蠻高 所以你可能到時候 雖然說他是這樣講 但是你可能最後還是放全隊都還是 神族 呵呵 好那打擊的部分 也是1.2倍的提升 那那時候我們玩的話是夠用 所以你可以考慮放個九封王進去 齁 以達成他的最高倍率 這種回事嗎 九封王 就你倍率1.2x1.2啊 但是如果你放九封王 再加上八星卡的話 齁 那基本上三圍拉上去 會可以讓這一隊的穩定度會比較好一點 用血去撐了回復力的 的小小缺點 好不好 所以記得喔 回復力是他的硬傷 其他我看起來蠻不錯 倍率不錯 兼具也不錯 齁 那岩石 碧岩也是2秒 所以是最少4秒轉足 都OK 齁 那再來的話看他的主動技能 溺水之焰7d6 火屬性傷害可以克水 火可以克水 火 本來被水克 現在你可以火去克水 有點類似像是 鐵扇的那種概念 那再來消除種族 符石時個人追打 火擊木攻擊一次 效果會在關閉此技能或死亡後 消失 那持技能可隨時關閉 齁 那你關閉的時候 引爆神族成員 智商符石 掉落神族強化符石 所以等於是 呃 他是希望你放全神啦 至於為什麼要放人 我覺得他是多一個種族 讓你可以做搭配 我認為他的 的用意在這邊 那你看一下喔 他主動技能 雖然說下入種族符石 他可以增傷 可是你的隊伍當中 並沒有看到可以藏住 種族符石的卡牌 對吧 這特性 所以你要放 能夠常駐種族符石的卡牌 那這一隊才能發 這個主動技能才能發 會最大效益 齁 例如說像那個 咳咳 那個誰啊 跨腹齁 舉例啦 舉例跨腹來講 類似像這種卡牌 跨腹還有誰啊 沒關係 留言下方來告訴我 你們覺得 誰可以產生種族符石 人族 齁 CDE那一張應該知道吧 然後神族 齁 那其他的話也都不用看了 因為你 你去產生別的蠻奇io 就不要 除非你放大聖嘛 才會產生其他的嘛 齁那有哪些卡牌 可以提供這樣的輔助 讓這隊更好用更好打 齁那這樣複製的話 我個人是認為是不需要 齁因為你雙隊長的話 sch 我真的放在隊員上做複製我覺得也還好 我覺得這樣只要一張就好了 幫隊長隊員這樣又可以炸板幹嘛的 已經有兩張了 所以不太需要複製 那如果有其他可以呃 support這張卡牌的 歡迎大家留言來告訴我 好不好 那如果我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右下角跟訂閱右下角喜歡 訂閱方塊鈴鐺按下去 隨時可以做到百姓第一手的筋皮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